欢迎收看今明天下 美国总统拜登 从电视辩论会之后 一直都被质疑说 他到底还能不能够 继续选下去 那么现在拜登也承认 他自己觉得很累了 要多睡一点 那么更让拜登的处境 雪上加霜的就是 民主党的大金主 竟然说不应该让 高龄者来开美国的大车 而另外台积电跟华晨的股价 在昨天同步登上了千元大关 到底是买谁会比较赚呢 另外台积电在7月18号 会举行法说会 那么市场也期待 会有一波行情 而这些含基量比较高的 半导体的ETF 到底要如何来做布局呢 另外通讯诊疗法 在7月1号上路 那么现在也引爆了 整个电信业的新商机 那么还有哪一些产业 可以受惠呢 另外在先前韓星归贤 来到台湾的时候 用这个AI点餐机 但是却因为语言的因素 导致他原本想要加聪 在最后没有加到 而现在业者也升级了 变成是AI智慧点餐 现在是做出了一个升级 到底会如何改变 餐饮业的生态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 礼伯亚太区研究总监冯志源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永明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质朴产业趋势研究所所长杨胜凡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冯总监 美国总统拜登 从电视辩论会之后 大家就一直在质疑他健康状况 甚至觉得他不会再选下去 连赌盘 现在认为他会选到底的几率 都只剩下5成了 更让大家觉得意外的是 民主党的大金主也都不挺他了 现在所有的美国的选民 还有民主党的人 都要跟拜登问一下 你累了吗 要不要喝牛自肺的那个饮料呢 我觉得现在拜登 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他的状况就好像 我们家里面的那种日光灯 快要坏掉之前 是不是会一直闪烁 一直叫 会风鸣声 对不对 他现在就有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味道 我觉得他讲的话很好玩 第一个是他说 他表现真的是不太好 因为他之前访问太多 可是他拜见这些民主党的 州长协会成员的时候 他说他需要什么 睡多一点 而且要减少工作时速 尤其八点之后的活动 尽量不要参加 而且拜登还讲 我很健康 我很健康 只是我的脑袋 这句话讲出来 就是说 你什么地方都有问题 你这个脑袋 如果有问题的话 脑袋觉得不能有问题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这样是很困惑 那另外好莱坞的超级经理 Emmanuel的哥哥 他是前总统欧巴马的一个幕僚长 他现在是驻日大使 他长期跟民主党的关系也相当雄厚 他直接就用那个形容 我爸爸八十一岁的时候 我直接把那个车子钥匙 直接把他拿走 所以他比喻说 你希望拜登 而且不是讲拜登而已 还说你希望拜登跟川普 晚上开车上路吗 真的不应该让高龄者 开美国大车 听起来当然有一点点 年龄上面的一个歧视 这其实在美国的政界 我听到还有所谓的一个阴谋论 什么阴谋论 就是现在拜登的竞选团队的执行长 他是Dylan Dylan其实他原本都是在做操盘 这样的一个动作 另外他请了一个 就是欧巴马的幕僚 就是胜选的幕僚 叫Anita Dunn 结果他们两个 就是不断的就是说模拟 结果最后居然接受了对手 这个川普的一个提议 说要辩论 照他们的方式 那辩论之前 他也给拜登做足的功课 不断的模拟 结果我们现在搞成那个样子 那就有阴谋论讲说 是不是有人 要让拜登在全国的选民之前 难堪 这样才有一个理由 对 没错 那甚至于很多的捐赠者还在讲说 其实他们在辩论结束前后就已经有在策动 所以你看纽约时报的策论马上出来 就说有这个换灯的这样的一个舆论 怎么会这么快呢 结果没想到我们来看一下 Wall Disney的共同创办人的孙女 Abigail Disney 他直接就讲 他原本就是多年的对这个民主党 做所谓政治上面的现金 但是他现在要停了 为什么 他觉得要不就直接这个拜登退选 不然的话 他不会再继续经援民主党 也就是说拜登如果不退选 他以后都不会再停任何的经援 不是给不是说停拜登而已 就是停是整个民主党都停 是非常严重 另外Netflix的这个共同创办人 跟理事长 董事长 Rick Hastings 他也公开的呼吁拜登要退选 将这个机会 让给党内其他充满活力 比较充满活力的其他人员 他也强调充满活力 对 他也是觉得这个拜登是不行 尤其他已经捐献给民主党的金额 有超过两千万美元 六点五亿台币 这么多 另外一个这个一届的慈善家 乔威森 他也暗示说 他认同 刚刚我们讲的阿比基尔 这种暂停捐款 直到拜登退选的这样一个做法 而且他是民主党前五十大的金主 他也捐款 已经个人超过五百万美金 这么多 所以怎么办呢 换灯之后要怎么办 那目前看起来民主党党内 唯一能够接得下来 大概就有贺锦丽 那贺锦丽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他民调 比这个拜登稍微高一点 第二个 因为他跟拜登是同一个竞选团队 这样子来讲 他可以直接 假设是贺锦丽直接代表民主党的话 他可以直接接收 拜登团队的政治献金 没有问题 而且政策方面 可能也可以延续下去 对 他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所以川普已经嗅到这味道 所以现在他的竞选团队 反正他自己 这个拜登已经讲自己的Adama不行了 他就开始攻击贺锦丽 他说 他就积极攻击贺锦丽 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他的发言人说 贺锦丽的能力不佳 他是史上最软弱 最糟糕的副总统 那根据这个彭博的这个预估 不管是怎么样 你这个现在拜登选到底的几率 可能是低于百分之五十 而且不管 赌盘都显示不看好 对 没错 而且不管是怎么样 这个不管这个交易员跟策略师的共识都是川普 都是会胜选的 当然除了美国的选举 大家非常关注之外 也特别留意到欧洲 欧洲英国跟法国的这个选举 大家也非常关心 尤其是在英国 在这一次 竟然这个政策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保守党统治十四年的这个局面要改变了 对 刚刚其实这个苏纳克已经承认败选 而且这一次保守党真的是输到整个脱裤子 输到多惨 他绑八个大臣 下一月的领袖 然后教育军事 好几个大臣 对 纷纷的败北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惨 原本以为就苏纳克 可能他们的一个议员的席次也不保 还好他赢的还算不错 赢了一万多票 结果他的前财政这个大臣 航特也只赢了 小小赢了九百票 九百票 差一点点落选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而且他工党现在 不是只有过半数的三百四十二席 是已经超过四百一十席这么多 所以已经可以确定是阻隔 Stammer是可以阻隔了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股市的状况 这里我把这个英镑的这个走势带来 那其实我们长期在追踪这个全球的一个政经情况 我们曾经也在精灵天下讲过 就是那个时候特拉是在当首相的时候 应该是最糟糕的时候 最糟的时候 英镑一度跟美元达到将近一比一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以美金三十二的话 那个时候英镑大概就是三十几 真的非常的惨 很低 而且他就是我们也讲说 他就好像卧具一样 这么短的一个首相 但还好后来换了 换了之后 换了苏纳克之后 就慢慢慢慢慢慢有回升 现在英镑的角度 就有比较回升的一个状况 那整体来讲 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保守长会输到 整个脱裤子 很大的原因就是 从政治经同布莱尔讲说 要脱欧公投 他以为会赢 结果没想到脱欧成功 到后面波罗斯江振荒腔走板 特拉斯也是荒腔走板 那这个苏纳克又很平庸 选民直接讲说你很平庸 所以整个这么糟的情况之下 让他的一个生产效率 远低于主要的竞争对手 所以特别是在整个脱欧之后 英国的状况 真的是还蛮严重的 所以是经济因素 让这个保守党 在这次输得那么惨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英国的一个部分 现在我们在讲法国的部分 法国的国会的选举 那摩克斯丹丁认为 其实这个时候 你应该买入法国的一个股票 我们刚刚讲到英国的部分 英镑有回升 其实英国股市也有涨 那法国的部分 又为什么会涨呢 其实之前我们都有讲到说 马克宏是处于一个 比较劣势的状况 因为极左极右分居一二名 结果第一轮投票之后 真的也是这个样子 但极右派还是不会过半 对 为什么 因为七月七号要进行第二轮 那因为这个法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关系 所以大家都知道都不会过半 所以现在极左派 现在侧跟中间派 侧动就是说气宝效应 那也就是说极右派来讲 现在一定也是不会过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不会极右也不会极左 其实就是符合了马克宏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他知道说 这样的政治制度底下 其实对他是有利的 那极减法国股市已经跌很多了 这个时候如果买进法国股票的话 其实会有出现反弹 而且他这些所谓的相关的金平股的一个获利表现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那另外来讲 这个马克宏跟左翼的这些人 已经我们刚刚讲到策略性战略性的 将223名的候选人从选区中撤出 所以可以避免分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拿到 所谓多数席次的289系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法国股市的部分 从6月9号 这个马克宏宣布这个提前大选以来 法国已经跌了 这个相当严重 其实已经把今年的一个涨幅 几乎都是快吃光了 那一度呢 这个欧元也有走落的一个现象 不过现在这种状况的话呢 大部分的投资人反而认为 就是说法国反而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利空出境的状况 所以法国的股票是值得买进的 好刚刚逢总今天我们看到 除了美国大选 大家非常关注之外 包括英国跟法国的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事实上也都认为说 接下来对于他们的这个股市 应该是比较持正面的一个看法的 当然如果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很多人很担心 看到拜登有可能退选 而且民调也这么低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川普真的有可能要重回白宫 他请教友明哥 其实川普在先前 他就对于美国 美元的这个强势美元 他非常的不满 他曾经批评说这个美元 强势美元是把美国的经济推向地狱 也就是说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的话 这个美元强势的情况 就会出现反转 确实有可能 第一个的话 现在距离美国的真正的一个底定 还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国际之间 应该都会开始去拟定 很多的沙盘推演 包含如果川普当选了之后 可能对世界局势的改变 我们这边比较着重在于 对经济面的一个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最新的一个美国的华尔街邮报里面 最近刊出了一篇报道 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Moshitola Moshitola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说语 就是Moshimo Trump Moshimo是如果 Trump是川普 意思就是说如果川 川普当选了之后 那日本到底会怎么样 那这件事情开始在日本形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 第一个要提醒大家 就是川普投顾的2.0版 他的第一弹叫做日本刷这一弹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日本人认为川普的这个可预测性 真的非常低 因为川普他强调的叫做美国优先 所以一旦在年底美国大选的时候 川普上去的话 会对之前比较合作的美日同盟 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美日同盟的签订期是从安倍晋三开始 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对于这个卫报弹 这个未来会怎么走 那日本非常仰赖美国这边的一个协助 包含像半导体的一个合作跟其他的军事的同盟 那如果川普在这一块的话 要让日本来自己搞的话 对日本来讲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再来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可以去看对国际金融的一个影响 主要就是日元跟美元之间的消涨 我们在计算所谓的美元指数的时候 是把美元指数跟一篮子货币来去做对比 一篮子里面就包含像日元 瑞士法兰 澳币或者是欧元等等 那最近的日元大家也都知道 一直贬到了161.95 非常非常的贬到非常的低 那有其中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的话 当然就是因为美元相对还是比较强 因为美国都一直没有降息 所以美元相对强日元就比较弱 但是我认为这个不会是主要的原因 真正主要的原因就是 日本留在海外的资产非常非常的多 都不愿意回到日本 我讲几个数字给各位听 第一个部分的话 日本第一季的GDP是-0.7 那大家会觉得说奇怪 负0.7不好 那为什么会负0.7 你明明日币贬值你的出口应该要 对出口比较有利的 对 应该要出口比较有利 结果各位发现 它的GDP的占比里面 它的出口只占了21% 占比好小 很小 对 所以它的出口真的没有那么 大家想象中的多 第二个部分的话 你日元贬值对观光会很好 对不对 观光会带动国内经济 但是会发现光光的基期垫高了 所以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又变得没有起来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 日本人非常喜欢到海外去投资 也就是说 在以目前的国际资本战来看的话 日本在海外的资产 大概是10.48兆的一个美金 但是海外的负债的话 是7.48兆 所以这样子一减出来 一个是7 一个是10.8 一个是7.4 所以减下来的话 日本的净海外资产 是净的 是3.4兆美金 各位3.4兆叫多还少 世界低 所以也就是说 日本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那也就是说 现在的日本人 根本不喜欢留在国内投资 他们把钱都放在了海外 海外 对 那我如果继续放在海外的话 1990年代 日本的真正的海外投资 只有17% 但是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已经高达40.7% 所以也就是说 钱都不愿意回来日本 那自然就不会对日币有需求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主要是告诉各位 如果刚刚像斐鱼所说的 川普的立场 是所谓的 强势的一个海外的货币 弱势美金的话 那他会不会逼日本去 做升值的动作 包含你的升息也好 包含你不管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护盘也好 你必须要让你的 弱势日元能够起来 让我的美金能够下去 这样子对我的海外输出才有帮助 出口才有帮助 那这件事情就会引起 国际之间的大地震 因为那么多去借日元 海外投资的人 就一下子突然要回到日本去 那这个就会形成 国际之间很大的一个动荡 好 另外要再请教友明哥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的话 美元走着 那么钱会跑到什么地方去 会跟他走是相反的黄金吗 好 那2.0版的第二弹 美债不再是送分题 因为经典度最大的一个送分题 叫台积电的1000块 第二大的一个送分题的话 是不是就是美债就是反正就去买 美国一定会降息 所以美债就一定会赚钱 这个是现在目前市场上 大家认为的送分题 但是已经实现了一题了 另外一题到底是不是open book 我们就要特别去看 因为放在美债的钱太多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都在等美债 可是问题是在2月1号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之前 美债跟黄金 基本上它的报酬率差不多 但是过了2月1号之后 黄金的报酬率在这里 大概结算到7月4号的话 黄金的报酬率是14.3 如果以美债 我们把它变成价格 而不是殖利率的话 它其实从这个地方到现在 今年度是负的4.6 他们之间的一个差距 将近快18% 也就是要两成 我们回过头来 川普到底会不会改变这个状况 结果答案是 如果川普一旦有上去的情形之下的话 他第一件在做的事情 可能不是降息 他第一件在做的事情是关税 也就是说 他会提高所谓的进口关税 因为他还是实行 所谓的单边主义 也就是说 他在国际贸易上面来讲的话 我个人至少门前选 然后你最好都到美国来投资 那也就是这个关税的情况之下 会把所谓的什么 进口成本给垫高 所以他们就会有输入性通膨 就输入性通膨 那你通膨我们不要说是不会升 就至少不会降 这是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 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他的移民政策 他的移民政策里面限制了很多 比如说墨西哥这边的移工 那如果说今天我都要由美国这边 来提供我的工作机会的话 势必他的工资水准降不下来 因为移工的工资水准 一定比美国当地要来的低 所以也就是这个地方 薪资的一个垫高 至少对通膨来讲也是一个反扑 第三件事情还是有一个很严重的状况 如果今天川普当了总统 那现在目前的共和党的最大党 目前参议院的最大党是共和党 那也就是说总统叫做川普 然后共和党 参议院里面又是共和党 那基本上是一条边 那一条边的情况之下 以后在讨论所谓的政府预算赤字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把上限提高 而且不会有很大的反对阻力 当初2016到2020年的时候 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 因为参议院他还没有掌握最大的席次 他的共和党 所以民主党会制衡 所以他的政府关灯了几次 但是现在如果说不用关灯了 那债务上限一旦提高的话 美债就可以一直印美债 那印美债的情况之下 美债会不值钱 那接下来的话包含惠玉也好 包含很多的你去看到标普 就会调降美债的平等 所以原本市场 你看期待在下半年 如果9月美国可能降息的话 美债应该会上来 我觉得基本上降一次是非常有可能 不会到不降 那降的话殖利率会下来 美债会反弹 可是你说会不会像大家所预期的 这个地方翻书就烤100分 因为他没有什么道理就一直的 这个美债就价格一直上 然后一直往下降 这个殖利率就一直往下降 因为债性也是一个考虑 通膨反扑也是一个考虑 那钱会跑去哪里 钱到最后就会去跑进 抵制通膨的东西叫做黄金 对 好 刚有名歌带我们看到 现在大家都认为金融市场 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 美国前总统川普 很可能会重回白宫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美元可能往下走扁的 几率很高 那么到时候美债的一个走势 可能就要多加关注了 不过刚刚也特别提到 今天最大双分题 是不是台积电上1000块 要请教微量 其实不只台积电 重电股的华晨 昨天也是同样登上了千金股 如果说都是以千金股来看的话 到底买谁是比较赚的 是的 刚好 昨天台股历史上 又多出了两档千金股 同日登上新里程碑 当然就是台积电跟华晨 所以网路上很多厢民也在讨论 这时候如果要买的话 我应该去买一张台积电 还是买一张华晨 将来会赚更多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存在 不合理 因为很多厢民的问题是 我还没有存到100万 买一张就要100万 不过当然其实 现在是有零股交易制度 但是重点我们回到 其实以台股现在的一个 新时代趋势来看 以前我们常说 所谓的1000块以上的千金股 一旦出现的时候 往往就会有所谓的行情魔咒 可能代表大盘指数要回档了 可是现在你看到不止一家 不止两家 不止十家 加上台积电跟华晨之后 总共已经出现了19千金 都快20家的千金股 没错 因为现在其实在八九百块 已经整装待发的这些高价股 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或许在不久之后的未来 可能7月8月 台股也许就是 20几个千金都会出现 这正表示说 现在市场上大户的资金 跟法人的资金 这些所谓的聪明钱 其实是非常看好台股的未来 因为以前的千金股 会酿成泡沫或者崩盘 都是因为股价真的炒高了 高估了 最明显就是说 以前资产股 或者说太阳能股 或博弈股 没有赚钱的时候 炒到那么高 1000多块难怪就崩盘 可是现在各位看看 19党千金股 事实上大部分的公司 他们其实都兼具 高毛利率当护城河 而且也都是有高EPS 跟高成长率 如果我们回来聚焦 就是在台积电跟华晨之间的 一个对比 事实上当然 这没办法说是完全去比拟 因为毕竟 如果你光从股本 跟市值的角度来看 华晨其实还是相对算是 比较中小型 因为股本只有26亿 因为虽然现在股价涨高了 市值有来到了2689亿元 可是台积电市值 26兆 26兆足足是华晨的100倍 所以如果对整个盘面 或者说对整个产业族群的影响力 我想绝对是台积电比较大 因为他所牵动后面的整个半导体 事实上也都是强兵猛将 华晨主要牵动的就是像 E5或E6代号开头的 这些重电跟电线电缆股 在相关的一个股价的估值的部分 如果我们看看 今年的EPS来看的话 台积率是38.42 明年有机会就跳增到48.91 所以YOY的年成长率 是来到24.7%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个概念就是 本益比的高跟低 其实除了跟同族群相比之外 当然也跟自己的成长率有高 一般来讲成长率越高 市场就会给予它比较高的 对应本益比 现在如果我们按照 台积电的最高股价 1010元 去除以预估的明年EPS来讲话 因为现在毕竟 已经来到今年的下半年 所以你要慢慢的改采用 明年的EPS来做预估 这样来算起来 它的本益比是21.08倍 其实一点都不贵 因为过去台积电本益比最高 曾经来到28倍 如果再跟国际的AI大厂比 事实上大家大概都是在30倍上本益比 所以台积电还是非常便宜 反而华城的本益比比较高 对 如果你按照一样的一个相同逻辑 我们可以看到华城的成长率虽然很高 可是它的本益比来到36倍 不过如果更要精准打击的话 会建议大家用本益成长比来看这些公司 所以相对来讲 因为都还没有超过一倍 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都还有向上的动能 只是在于 如果真的要做长期投资 因为毕竟很多人买领股 进出不方便 你希望就是说一放可以放到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以上的话 那提醒大家 因为台积电它的地位无庸置疑 先进制程就是独大 可是华城为什么能够高成长 而且享有高本益比的溢价 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变压器在台湾是龙头 除此之外打入到美国市场 可是因为美国现在供不应求状况之下 包括欧洲 包括其他的亚洲 像韩国 中国的这些业者 大家也都想要去抢食这个商机 包括美国自己在明年开始 本土的变压器的业者 也会有一些扩产的计划 所以我认为华城如果真的到了 2025或2026年以后 其实未来还是会有一些变数 它能不能维持这样的毛利率 或者说整个产业供不应求的缺口 是不是会开始缩小 其实相对来说挑战会比较大 好 再请教威梁 现在台积电它在7月18号举行发售会 所以市场也在期待 会不会再有一波的行情 那么有一些含基量比较高的 这些ETF的话 有没有机会再上演这个有机之谈 那当然我们把这个市场上 含有台积电的半导体ETF 找出来之后 可以发现其实大家普遍 大概持有它三成左右 但是比重上面还是略有高低之别 那目前持有最高就00904 新光台湾半导体30 它只有台积电的比重是31.25% 那相对来说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半导体的ETF 虽然也买台积电 可是就没有买那么多 有28% 25% 那比较少的可能也只有大概一成多 所以其实这比重的差异 就直接造成今年以来 韩息的报酬率 其实也有高低的差别 那我们认为 其实现在半导体的一个趋势 很明显就是大者会越大 强者更强 因为大家想看 进入到AI这个新赛局 你需要的不只是 先进制程的投入 所以这个技术的门槛拉高 那更重要是每一个世代 或每一个新的厂房的产能 都需要砸钱 所以它的资金的门槛 也非常非常高 因此我们看到 如果就台积电跟半导体指数 还有上市的电子指数 跟整个大盘的加权指数相比 今年以来台积电涨幅是遥遥领先 涨幅来到69.48% 那超过了半导体的涨幅 超过了电子涨幅 也领先大盘的涨幅 所以很明显就是说 在这个半导体崛起的时代之下 你其实一方面当然你要 有这个足够的资金 去重压半导体里面的龙头 就是台积电 除此之外 我觉得台积电它会带起其他 整个半导体的上中下的供应链 所以我觉得买半导体ETF 然后去挑选含基量比重比较高了 相对应该在今年明年 还是可以享有 这个比较好的投资报酬 好 未来我们看到 在台积电攻上了千元大关之后 现在大家也在关注 有哪一些含基量高的ETF 可以做留意 当然除了台积电是台湾的护果神山 大家也说下一个护果神山 就是生机业 在生机医疗的部分 特别留意到 7月1号开始 这个通讯医疗法就上路了 特别提到三门 所以以后我们不用出门 在家就可以直接线上看诊了 是的 我想主要现在还没那么广泛 但已经越来越好 通讯所谓诊查治疗办法 他7月1号刚实施 可能大家感觉不深刻 可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 对那些可能有慢性病的 甚至有一些癌末招呼 其实他的人群是扩大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是 以前你去 就算有这些什么耳鼻喉科 肠胃科什么科 很多科 但是你可能旁边要有医护人员 陪在你旁边 可能你要去卫生所 然后才能视讯 视讯完以后才能开药 就很麻烦 现在都不用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 受益的民众 可能会高达将近247万 线上看人可以直接拿药吗 对 超过10%以上 可以 他可以直接拿药的 他可以 他有一整套的流程 我待会可以讲 因为其实就可以马上试 就可以马上试 另外海外台商 大概越南 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越南有配合 大概8万人 对 所以海外的台商也可以 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 因为整个5G 以前你可能照 也照不清楚 有皮肤病也看不太清楚 现在有5G 然后又有这些的一个 相关的设备的结合 所以这些的结合之后 我们看到就是3D 我们假设一个台东大五箱 你可能跑到台东市 看个医生再回来 可能就半天就没了 对 那如果你可能还要去到高雄 比较严重一点 可能要去检查 你可能一整天就没了 然后现在的话 不用 你就直接在家里 检测有相关的设备 就可以了 所以方便非常多 那刚刚有提到越南的 这个台商 你去到医院里面 他可能讲越南话 沟通有问题 你可能是肠胃都会开个头痛药给你 也不适合 所以他现在的话 就是铜仲和跟中华电信这些 他们有完整的一个配套 就是直接你挂号 然后直接看医生 然后请你的亲属去帮你拿药 然后再寄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自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健保 我们缴了健保费会被这些海外的 不管你是海外旅游 海外求学 甚至这些海外台商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用自费 对 全部都要自费的 另外我们当然就是说 如果有疫情 Coffee现在又比较严重 以后的话 你可能还要拿个健保卡对着 然后看是同一个人 现在不用了 现在有虚拟健保卡 所以我们看 现在整个流程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那个 叫做健保快逸通的 然后他有一个虚拟的健保卡 你其实直接去申请 然后以后你会是什么 就是你要去哪一间医院 现在可能台大还没有 你假设你同众盒 你说我要看同众盒 然后他就会连到 中华电信的系统里面 然后你再就是你挂号 挂号就用你的虚拟的 一个健保卡挂号 挂号付个挂号费之后 你就可以约诊 你要看哪一个医生 然后看完之后 他也帮你视讯 然后你挂进去 看完你就直接付钱 以前你可能付钱 你要再到另外一个平台 很麻烦 现在不用直接LinePay 就可以付了 所以现在变得非常方便 然后药的话 他有分说你可能要去药局里 另外的话 他药也可以直接送过来 所以好方便 所以现在整套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然后所以我们才说 现在以后就会有 远距所谓居家 不管是还有电信业者 行动医疗设备 这些其实都可以收益 那这些都是服务商 只是现在稍微有一点 比较特别的是来自于电信业者 其实大家都知道5G每个月就是付那些钱 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费 所以大家对电信业者的想象空间就变少了 可是现在有这些服务 因为这些的服务 其实都嫁接在所谓的电信业者身上 所以我要做这样一个远距医疗平台的话 是少不了电信业者这一块 而且现在是电信业者 主要就是系统整合商 就是他找来配套的这些的业者 来这些的服务 然后组合起来 所以包含这些的行动设备这些 其实也是未来的商机 现在你也看到有门诊 有这些服务都好了 现在设备商也开始 那主要我们可以看到 有国际的厂商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业 这些的国际的厂商也开始 所以你会变得 他非常的有趣 他非常有趣就是说 大家说以前你要看诊怎么看 你就去给医生看 然后量 现在不用 你拿一个指一下 然后温度就有了 然后你放一下 然后他就红外线 然后就咚咚咚咚咚咚 也帮你测试 然后就帮你听诊 还有心电图等等 然后这样一整套 可能你放在家里 就是大概两百五十块美金 其实蛮方便 因为以前这些什么温度计 听诊器 心电图 很多我们都是到医院 有医生或护理人员来操作 甚至你去卫生所等等的 可是现在不用 而且你就一照就弄好了 就可以诊查出来 另外的话 还有远距看诊服 这个卖得非常好 虽然他比他贵 可是他已经卖了五千万美金以上了 所以这个又多了什么 多了一样东西 就是超高解析度的镜头 也就是我们说你要看皮肤病 他也可以直接看 然后你要看喉咙 到底有没有发炎 他也可以直接看 所以现在这个在美国这些 远距离的看诊 其实非常不错 另外还有所谓的AI听诊 越来越准 第一个他就是你可能不小心就是常常抽烟或是怎么样 或是炒菜那个肺部不好的 你就贴一个 然后贴一个以后他就AI诊断你手机也看得到 然后一有异常 然后就告诉你说你该去看医生了 或是你该远距开一下药来吃一下 你可能肺又稍微好一点 然后现在还有另一个是 他还没贩售 所以大家要等一下 然后这个是AI的一个听诊器 然后他听诊的一个功能就是 专门对心跳 而且他很准的是 你可能医生帮你听心跳 听诊器听 你可能成功率只有41% 他们测量过 然后用他们的去听 而且成功率不到一半 对 那个稍微的杂音什么的 他可以准度高达94% 所以用这样AI听诊器的准确率 反而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他整个用大数据 用AI的一个演算法 让整个听诊其实非常的 在心音这边也非常的安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国际大厂设备越来越多了 所以在这样的趋势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 不管是高龄化 我们刚刚有提过慢性病 或是疫情的问题 或是轻重症 大家也不希望全部都挤在医院 然后都要花很久的时间 要花很久 所以这个就变了未来的趋势 未来趋势就是在去年 大概只有1149亿 大概1150亿左右美金 但是在未来到2030年 这几年里面 每平均成长 大概可以达到17% 18%左右 达到3800亿左右的一个规模 而这些的规模 刚好台湾 现在7月1号也通过 刚好也可以吃到 那也可以吃到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说 第一个 台湾这边的主导商 其实是在电信业者为主 所以可以看像中华电影 Sing Doctor 包括我们刚才前面有讲 酮仲和的合作 你越南可以直接看诊这些 另外远传的话 他也有搭载这种远距的医疗服务 比如说你突然心脏病或是什么 然后在车子上面 救护车上面 他也可以马上帮你做一些 让医生看 然后做急救 以前都不行 以前通常就是护士或什么 或是急救的人 在旁边帮你急救 不是 现在可以医生直接看 然后帮你做诊断 另外的话 台湾大这边也有相关的 企业的解决方案 帮你造肺这些的 也是直接就是可以用 远距医疗来使用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这些的 主要都是我们的电信业者 现在在主导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行动设备厂商开始配合 然后配合有哪些 包括我们很久以前 在节目上也有提到了 就是AI的这些的设备商 像靖宏的话他就是五官检查 然后你就一看 就可以看到你的眼里面 到底是不是有病变 有什么的 马上就可以做检查 然后另外还有包含 手持室的一个破硬 就是超音波的厂商 华硕 明基 其实都是这些科技厂 都有投入的 都投入 所以这些国际大厂 也没有缺席 那更重要 当然也有一些新创的 我们为什么提到 细想先创这个 无联网的 对 无联网的穿戴式的听诊 因为他就是拷贝 我们说的这个 所以国际大厂有一些东西 然后台湾这些新创 其实都可以去学习 所以我们认为说 不管是在电信业者服务 或是在行动设备商里面 3800亿美元的商机 我们是吃得到的 好 刚才我们带我们看到 是在这个远距医疗的商 好的 上海AI大会登场了 那么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Aptons第二代 也首度的亮相 而且有名哥 他明年要生产1000个机器人 那么台厂可以因此受惠 都会受惠 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 机器人的体材又再起来 前一阵他们有休息 这阵起来 现在的一个世界上 我们对于人形机器人也好 或者是生产自动化的机器人 大概是分两个阵营 一个是长期耕耘挥达的供应链 这里面包含像 比如说黄仁勋点名的 所罗门跟广名 广名当然就是他的子公司达明 再来的话 长期耕耘特斯拉的一个系统 从自动化到机器手备 转型成功的 就是比如说蒙利跟核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因为机器人一定是未来 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但是现在都没有获利 所以也就是所谓的本梦比 这一段时间里面 重中之重 一定是在机器人里面 最重要的感测模组 这里面包含视觉距离 跟力学的一个测量 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 因为前一阵子标很凶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空单 因为大家认为你不赚钱 最近的空单强制回补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观察 它的股价如果不跌反涨的话 对整体的机器人来讲是加分 第二个的话在机器人手背 日本有一个技术叫Skara 这一块就是水平关节 这里面的代表厂商 当然就是所谓的达明 当然它的母公司就是广名 广名第一季只赚了0.78 股价最近在整理 你说这些股票 会不会本益比过高 目前市场上不认为 因为是趋势 接下来特斯拉这里面 包含像驱动模组里面 伺服器马达 或者是减速机 驱动器等等 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蒙利 蒙利的第一季 其实也没赚钱 0.06 0.06 对 但是很多人在想 你加减还赚一点点钱 那为什么股价可以一直涨 因为没有赚钱的 已经上了100了 所以有赚钱的公司 上90变得很便宜 所以我们今天回头来看 一个赚0.78的 已经到了100多 一个赚0.06的 补涨到了90 所以现在机器人 已经颠覆了所有人 对股价本一笔的一个评价 大家是用刚刚这个魏良所说的 比如说